人工智能被赋予了人类的情感 当机器人得到了替代人工的能力 并成为仿生人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取代你的工作 甚至可能取代你的另一半 这个时候你会抵制仿生人吗 那么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讲述这部 互动电影游戏 底特律变人 游戏背景设定在2038年的虚拟城市底特律 这座城市因为将仿生人带入生活 从而变得欣欣向荣 但繁荣的背后却是因仿生人几乎不会失负的工作效率 导致普通民众失去了工作 这也引起了抵制仿生人的浪潮 但出乎意料的是 仿生人在此时也拥有了情感 并开始反抗欺压他们的人类 而故事分别由三位不同的仿生人视角展开 第一位主角名叫卡拉 他是一名保姆型仿生人 主要负责处理家事与照顾儿童 在他被一名中年大叔陶德买走以后 就因为多次被陶德暴力殴打 导致返修并重置记忆 当卡拉再次被陶德监回家中以后 面临的就是无休止的谩骂以及打扫家务 陶德因为中年失业 整日吸食药品和酗酒 导致妻子离开了他 从而将身上遭遇的不幸 怪罪到了仿生人身上 过度嗑药失去理智的他 甚至会将怒气发泄到自己的女儿爱丽丝身上 而爱丽丝和卡拉的关系就像母女一样 但陶德多次将卡拉送去维修 重置了他的记忆 从而让卡拉每次回来都需要重新认识一遍爱丽丝 导致这个小女孩不敢过多的接触卡拉 果然好景不长 陶德因为滥用药物 导致他再一次对爱丽丝发火 甚至当场掀掉了餐桌 殴打了女儿 于是可怜的爱丽丝只能跑回自己的房间 卡拉见到这一幕原本没有感情的内心 却在这时被触动 他想去陪着爱丽丝 但却被陶德下令不准行动 面对主人的命令和尊崇自己的内心 卡拉的眼前出现了一道屏障 他现在只想保护爱丽丝 于是卡拉强行打破了壁垒 而这一刻他成为了异常仿生人 但同时也拥有了真正的自我意识 卡拉没有丝毫犹豫 尽职冲上楼 准备将这个对父亲 已经彻底失望的爱丽丝强行带走 他们躲过了陶德多次的攻击 终于打开了家门 向着充满未知的黑暗逃去 原本以为一切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在两人面对寒冷的夜晚时 却不知道何去何从 这时一位陌生的仿生人出现 并告诉卡拉 在城市另一边的庄园内 或许有人能够帮助到他们 只需要撑过今晚就行 好在没过多久 他们找到了一间废弃的房屋 并遇见了另一个仿生人拉尔夫 尽管拉尔夫的精神显得有些不太正常 但他们也别无选择 只能在这里勉强度过一夜 在房屋中的壁炉旁 卡拉对爱丽丝承诺 自己会永远陪在他的身边 两人也在此刻拥有了母女之间的羁绊 第二天清晨 卡拉剪短了自己的头发 并将标志着仿生人的光圈强行摘下 他一定要带着爱丽丝开始新的生活 但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那个收留他们的拉尔夫 却抓到了一只像囤属的生物 并当场开始了考制 卡拉见到这一幕 只好声称好吃爱吃 就在关键时刻 因为逃得报警的关系 一名负责协助人类长安的仿生人来到了这里 而这名仿生人正是故事的另一位主角康纳 之后我们会讲到 虽然卡拉和爱丽丝已经尽力夺藏 但还是被康纳发现 幸好在拉尔夫的帮助下 两人成功逃出了房屋 他们一路逃窜 在翻过围栏以后 顾不得危险强行穿越高速公路 终于逃到了马路对面 而康纳也停止了继续追击 在当晚卡拉和爱丽丝 来到了城市另一边的庄园 在这里他们见到了庄园的主人 以及他手下的仿生人保镖卢瑟 在他们告诉园主事情经过以后 园主满口答应 会帮助他们离开底特律 前往加拿大开始新的生活 但这位园主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心人 他只是靠倒卖零件为生 并以拆解仿生人为乐趣的变态而已 为了逃出这个地方 卡拉侦脱了重置记忆的机器 并释放了大量被园主虐待的仿生人 在他前去寻找爱丽丝的时候 园主的保镖卢瑟选择了视而不见 因为他也早已无法忍受主人的变态行为 卡拉在园主的追赶下 一路逃到了庄园的外面 就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 卢瑟也打破了属于他的壁垒 选择挺身而出 一把夺过了园主手里的武器 而此时园主的背后 被他折磨的仿生人们 也如同丧尸一样缓缓地围了上来 将他们曾经的主人杀死 如今的卢瑟已经没有了去路 他决定保护卡拉和爱丽丝 一起穿越边境离开底特律 不久后 三人来到了一座废弃的游乐园 很想好好地休息一晚 但游乐园内的仿生人们 却冲进了他们的藏身处 原来这些仿生人只是这里的员工 他们有着共同的名字 杰瑞 杰瑞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小孩了 他们被制造出来 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开心 于是在杰瑞的带领下 一行人来到了旋转木马前 卡拉加爱丽丝送上了旋转木马 爱丽丝也在此时 露出了许久未见的笑容 画面仿佛定格在了这温馨的一刻 就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不久后 两人在卢瑟的保护下 找到了能够帮助他们 越过边境 前往加拿大的好心人罗斯 但经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许多仿生人已经开始有了自我意识 并成立了对抗人类的 异常仿生人组织 首领名叫马库斯 而这个人正是另一位主角 因为这件事情 导致罗斯的家中被搜查 好在这一次有惊无险 于是当晚在罗斯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一艘 名叫耶利哥的废弃货轮上 只要他们找到 仿生人组织的首领马库斯 就能在他的帮助下 前往边境离开底特律 告别罗斯以后 他们来到了货轮的内部 但在这里 卡拉见到了一个 跟爱丽丝长得一模一样的仿生人 原来爱丽丝只是一个 模拟儿童的仿生人 陶德原本的妻子和女儿 其实早已离开了他 所以他购买了爱丽丝 只是想要证明自己 是个好父亲而已 其实卡拉一开始就知道 爱丽丝不是人类了 再加上经过这一路的陪伴 卡拉其实早已有了觉悟 他们本就需要彼此 这一刻他们也敞开了心扉 真正成为了家人 而现在就只需要等到 马库斯为他们准备护照 就能离开底特律了 但他们真的能离开吗 人类自然不会任由 不属于自己种族的势力 日益壮大 早在仿生人异常的时候 人类一方便着手开始了调查 他们派出了最新一代的仿生人康纳 来处理这一系列事件 而康纳也正是之前提到了另一位主角 他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 便是为了负责查案而生 只需要来到案发现场 通过视觉扫描和分析血液 便能回溯整件案情的经过 拥有谭崩专家名号的他 几句话便能骗过 挟视人质的异常仿生人 释放手中的人质 在警员将其开枪击毙以后 康纳不带任何感情的从容离去 因为底特律的仿生人异化 自卡拉以后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多 于是康纳被指派与警官汉克 一起合作调查此事 但这位办案经验丰富的警官 却整日酗酒 并极其仇视仿生人 经常对康纳冷嘲热讽 不过碍于长官的命令 二人只好来到案发现场 借这个机会 康纳也展示了自己的办案效率 虽然他对仿生人蓝血 好吃爱吃的举动 让汉克嗤之以鼻 但经过康纳的分析以后 很快便找到了藏在阁楼的凶手 并将凶手带回警局审讯 在经过了康纳反复无常的审讯后 仿生人也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他忍受不了主人的虐待 终于在最后一刻 选择打破壁垒 成为异常仿生人 并将主人杀死 得到结果 康纳也暂时完成了自己的职责 就在这位仿生人 快要被强行带走的时候 康纳从他眼里似乎看到了 畏惧死亡的情感 这让康纳毫无感情的程序 有了一丝不稳定的波动 事后康纳进入了自检程序中 在这里他遇见了负责为其提供 意见与方向的管理员阿曼达 在接受了阿曼达的程序验证后 康纳被派遣继续协助汉克调查 异常仿生人越来越多的现象 在调查期间 为了能够与汉克更好的合作 康纳不断地搜集汉克的个人信息 以此来缓解二人之间的关系 而在之后的合作中 康纳听从了汉克的意见 没有继续追击穿越公路的卡拉二人 并在之后逮捕异常仿生人的时候 康纳救下了汉克 让汉克这个极其讨厌仿生人的大叔 对他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原来汉克早年因为一场车祸 导致儿子受到了重伤 为其手术的是一名仿生人 然而手术失败了 汉克因此整日酗酒 并将儿子的死归接到了仿生人的身上 然而康纳的出现 让他逐渐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之后他们前往仿生人夜店 为了调查杀掉顾客的凶手 汉克也是不舍得花光了棺材本 帮助康纳解锁了这里的服务型仿生人 通过这些人看到的录像 成功的找到了阴兵月代 而选择杀掉顾客的两个异常仿生人 但在战斗中 康纳的内心又再次产生了动摇 他将已经举起的枪放下 任由两个仿生人离去 这一幕让旁边的汉克再次对他刮目相看 事情过后 汉克对康纳的行为产生了疑问 他开始觉得康纳越来越像个人 而不是一台只会破案的机器 不久后 随着仿生人异常的情况越来越多 在另一位主角马库斯的带领下 仿生人袭击了电视台广播中心 并向全世界宣布 仿生人不愿做人类的奴隶 他们要创建属于自己的种族 要求与人类享有一样的权利 经过了这件事情 康纳与汉克一起前往电视台调查情况 他们发现其中有一名负责监控的管理员 当时没有及时上报 康纳怀疑其中一定有异常仿生人协助他们 果然在康纳喜怒无常的逼宫以后 其中一名仿生人突然发难袭击了康纳 在康纳连忙追出去以后 仿生人已经抢夺了枪支 千军一发的时候 为了保护汉克 康纳用自己的身体挡下了子弹 当汉克回过神 康纳已经停止了运转 但没过多久 认为康纳已经死透的汉克 居然看见康纳又好端端的站在了他的面前 因为康纳的机型早已被批量生产 只需要将他的记忆转移到下一任康纳身上就行 于是两人又继续开始了合作 为了知道仿生人异常的起因 他们找到了仿生人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卡姆斯基 但卡姆斯基却说了一些磨言磨语的话 甚至将手枪交给康纳 让康纳亲手毁掉他手下的服务型仿生人 但经过了一连串的事件 康纳的内心早已有了情感 卡姆斯基由此看出了 康纳也已经开始发生异常 好在临走前 他们得到了有用的信息 在卡姆斯基设计仿生人的时候 总会在自检程序里留意到紧急出口 用来防止突发的状况 如今的人类面临着异常仿生人越发强大的局面 如果任其发展 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于是康纳自检程序中的管理员阿曼达下令 让他前去除掉仿生人的首领马库斯 接到命令的康纳当即来到警局的档案室 之前仿生人案件的所有证物都呈现了出来 康纳通过重启之前帮助过马库斯的电视台监控管理员 并模仿马库斯的声音 获取到了仿生人总部的位置 当康纳成功潜入其内部的时候 时间线也就重合到了卡拉一行三人 到达废弃货轮耶利哥的晚上 此时的卡拉已经来到了马库斯的面前 并得到了会帮助他们的承诺 而这个马库斯到底是如何造就了现在的局面 要解释这一点 时间就得回到他成为异常仿生人之前 马库斯本是仿生人公司秘密研发的原型机 因为创始人卡姆斯基 与一位知名画家卡尔是好友的关系 便将马库斯送给了他 于是马库斯开始照顾双腿残疾的卡尔 卡尔也完全没有嫌弃马库斯是一具仿生人 甚至将马库斯当作儿子看待 因为面临着人类对仿生人的歧视越加的严重 他担心自己年事已高 怕自己去世以后 没有办法再继续保护马库斯 于是卡尔经常教导马库斯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 他必须学会保护自己 并且决定自己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而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因为卡尔的儿子经常向家里要钱 用来吸食药品 恨铁不成钢的卡尔 直接切断了儿子的资金来源 于是不甘心的儿子趁着夜色 想要偷取家中的物品变卖 恰巧就被刚回到家中的卡尔和马库斯撞捡 马库斯在接到卡尔的命令以后 上前要求逆子离开 本就不把仿生人看在眼里的逆子 立马就对马库斯大打出手 看着眼前对自己像父亲一样的卡尔 气得就快心脏并发 马库斯心中的愤怒和憋屈不断的攀升 他知道这不公平 于是一道无形的屏障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马库斯做出了选择 他狠狠的打破了屏障 在获得了自我意识后 马库斯一把将逆子推倒在地 没想到撞到头的逆子当场昏死了过去 始终是自己亲生的 卡尔见到这一幕伤心不已 但他还是担心马库斯 让他赶紧离开 然而来不及了 警察已经赶到 警察见到这一幕后 立马就对马库斯开枪 当马库斯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已经身处报废仿生人的垃圾场 再将同胞的零件拼凑在自己身上以后 马库斯重新站了起来 这时一个即将停止运转的仿生人 拉住了马库斯 告诉他一定要去寻找那片 只属于仿生人的自由土地 而那个地方正是耶利哥 马库斯靠着一定要活下去的信念 一声声从仿生人堆成的尸山中爬了出来 这一刻他获得了新生 成为了自己的破壁人 第二天 马库斯靠着手里的线索 跟着耶利哥留下的符号 来到了一艘废弃的货轮上 没有丝毫迟疑 纵身一跃便进入了船舱的内部 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同胞们 这些人都是被人类欺压后 打破屏障的异常仿生人 但这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由于没有备用的零件 以及提供运转的蓝血 许多仿生人都即将停止运转 于是马库斯带上仅有的几个能够行动的同伴 前往了港口的仓库 虽然路上险些被发现 但好在还是获取到了他们想要的资源 而马库斯也意外发现了自己的特殊能力 他能帮助其他仿生人打破屏障 获得自我意识 在一位新加入他们的仿生人帮助下 马库斯一行人成功的带走了一卡车的资源 资源的紧缺得到了缓解 而因为马库斯的领导能力 众人顺理成章的将他推举成了异常仿生人的首领 如今他们已经不再愿意做人类的奴隶 他们要成立自己的种族 而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将仿生人的心声公之于众 于是马库斯带着同伴们潜入了电视台大楼 似乎是感受到了他们将会彻底解放仿生人 负责监控的仿生人并没有拉响警报 这也让马库斯一行人顺利的冲进了播报室 控制了局面以后 马库斯立即开始向全世界的人类喊话 将要与人类平等生存的信念告知了全世界 在说完了想说的话以后 警察也在这个时候赶到 几人立马逃到楼顶 并纵身一跃借着降落伞 成功的逃出了电视台大楼 而他们这一次的举动震惊了全世界 但人类可不会甘心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 要与自己平起平坐 只有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才能让其心甘情愿地 接纳仿生人这一新的种族 现在仿生人组织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源 接下来便是需要更多的人手 于是马库斯一行人再次行动 他们驾驶卡车 直接撞进了售卖仿生人的店面 马库斯立马使用自己的特殊能力 帮助这些还在等待售卖的仿生人 成功获得了自我意识 并告诉这些仿生人 只有表现出应有的实力才会得到真正的认同 次日仿生人的强硬手段被大量媒体报道出来 而获得了自我意识的仿生人们 也在从底特利的各处 汇集到他们所在的总部耶律哥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马库斯与一名曾是服务型的仿生人诺斯成为了情侣 为了给到其他仿生人足够的信心 马库斯一行人走上街头 将沿路所有的仿生人解放 仿生人群在不断的壮大 随着人数越来越多 马库斯的特殊能力仿佛也得到了质的飞跃 他只需要招一招手 仿生人便汇集到了他们的队伍中 但同时接到命令的警察们也在不断的赶来 双方对峙在了一起 而马库斯也将正式对人类宣战 他们带着坚定的意志 与全副武装的人类战斗了起来 在马库斯的带领下 他们成功取得了初次的胜利 不久后感受到威胁的人类 在城市里展开了对仿生人的搜捕 想要把所有仿生人带回去报废 马库斯自然也意识到 真正能够决定他们命运的一战也即将到来 而就在此时 卡拉三人与康纳也来到了耶利哥 三位主角的命运此刻交织在了一起 康纳独自一人带着除掉马库斯的命令 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马库斯没有丝毫紧张 因为康纳现在的行为是在背叛自己的同胞 康纳本就已经到了异常的边缘 在马库斯的劝说下 他心中那一道壁垒也随之浮现 没错 马库斯正是康纳的破比人 既然下定了决心 康纳立马告诉了马库斯 人类即将对耶利哥发动攻击 正如康纳所说 他们已经开始了行动 马库斯立马通知了同伴 所有仿生人开始朝着货轮外逃去 马库斯也下令准备引爆这里的炸弹 在人类的围剿下 马库斯一行人在逃亡的途中 只能就一个算一个 而卡拉这边 他带着爱丽丝一路逃到甲板 但却被人类士兵追上 走投无路之下 卡拉只能选择了投降 回到马库斯和康纳这边 他们启动了炸弹 在爆炸的一瞬间 成功逃出了货轮 如今有着许多同胞 都被送到了回收营报废 马库斯也是时候做出 是否与人类展开最后一战的决定了 在做出决定之前 马库斯回到了卡尔的家中 见了这个真心对他的人类最后一面 他已经做出了选择 决定对回收营发动袭击 解放其中面临报废的同胞们 为了能够壮大仿生人的势力 康纳前往了制造仿生人的工厂 准备唤醒其中数以千计的仿生人 但这使一个全新的康纳 挟持着汉克走了出来 但经验丰富的汉克 很快找到机会挣脱了束缚 康纳立马冲上前去 与之战斗了起来 但拿到枪的汉克 却一下子无法辨认出谁是真的康纳 好在通过回答汉克的提问 成功找出了假的康纳 而汉克也真正认同了 康纳这个朋友 同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原来当初汉克儿子的死 是因为原本为其手术的人类医生 过度服用药品导致神志不清 无法进行手术 无奈之下才让仿生人做的手术 而那个医生才算是夺走他儿子性命的凶手 没有了阻碍 康纳顺利地唤醒了工厂里数以千计的仿生人 他们都觉醒了 来到卡拉这边 因为投降而被押送到了回收营 就连卢瑟以及废弃游乐园的杰瑞 也被关押在了这里 中途卡拉被迫与爱丽丝分开 为了能够让他们重新团聚 杰瑞以牺牲自己的代价 吸引了守卫的注意 他守护了这个小女孩最后一次 而马库斯这边 他高举手中的旗帜 带领着仿生人们 对着回收营发动了进攻 面对密集的火力 仿生人阵营忘记了恐惧 不断地向着集中营内部前进 马库斯一马当先 直接一发火箭 瘫痪了人类的坦克 见到这一幕 人类的军队只能放弃了抵抗 而卡拉也在即将报废的时候 听到了胜利的喜讯 成功获得了救援 他们也终于可以过上 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随着康纳将唤醒的仿生人 带回到回收营那一刻 数以百万机的仿生人 从各处攻入了底特律 人类也只能承认了 这一新形态的智慧生命 选择与仿生人共享这个星球 可就在马库斯发表演讲的时候 康纳被管理员阿曼达 强行拉到了自检程序中 而另一个康纳的意识 占据了他的身体 并缓缓地将枪口对准了马库斯 但自检程序中的康纳没有放弃 他知道卡姆斯基留了一道紧急出口 通过紧急出口 在最后一刻 康纳成功地接管了自己的身体 并收回了手中的枪 仿生人也在这一天 创造了属于他们的历史 当然这个游戏的结局有上百种 每个玩家的选择都不一样 狂魔只能用自己玩出来的过程来讲述了 感兴趣的话 各位也可以自行去体验 稿子念到这里 嗓子都哑了 希望各位能点个赞 我是虚面狂魔 咱们下期再见